接下來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希望可以讓RUN起來之後的話 可以讓這個點下去之後上面有清單會出來 那這個清單就是我們剛剛那個項目 並且可以點的其中一個 它可以在底下跳出TOS 表示我選了其中一個 那愛去哪玩的話也是一樣 那清單也可以跳出來 選擇其中哪一個可以跳出來 OK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先制定一下 就是說相關的自傳支援檔 那這部分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下拉選單 所以你在增加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先增加一個叫 這個Foot 這個Point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裡面給它一個訊息就是愛吃什麼 那底下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什麼Array 特別需要這個Array的增加方式的話 你點一下Add的時候 那這邊有一個這個Create 請你選上面的 不要選下面 下面的話是一個Item 我們選上面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String下面也叫String Array 記得選的是Array的部分 Array之後的話 按確定之後 這裡的話呢 我比如說我大概在 我再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不要豐富 比如說我給它一個Foot好了 OK那Foot的套用上去的話 請你點一下 那目前就會一個空的一個String Array 如果說我要其他的項目 我就用Add Item 一個Item 然後比如說這個地方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就把它給它輸入一些東西 然後再Add再一個Item OK那Item不需要套用 這個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就會裡面就有東西出現了 那這邊的話呢 分別 在這裡的話呢 就增加一個叫Foot Array 裡面的話呢 就有三個項目 比如說你喜歡吃的 不見得是什麼Owamis 你也可以輸入你喜歡吃的 這個餐點 OK 那另外的話呢 也是用另外的方法呢 再增加一個Place的部分 OK那裡面的話呢 要去哪玩 然後呢 Place的部分的話 也是增加幾個Item 比如說呢 這個國家名稱的話 我想你自己可以用那個英文 或者是用中文也可以 比如說Australia 就是到澳洲啦 或者是這個英國啦 日本啦 等等的 泰國 那你這邊可以增加幾個項目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清單 快速的放在那個Spinner裡面 特別注意喔 再切回 最後記得把它Save一下 全部儲存一下 切回到Man 其實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兩個 兩個属性 這兩個属性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清單放進來的話 第一個 請你找到那個